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一下内外三合和收工复理 内外三合可以算是我们中国武术的理论上超越其他格斗术的一个最关键的东西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我觉得内外三合确实是中国武术很经验的东西 我们首先说一下外三合 外三合呢,手与脚合,轴与膝合,肩与胯合 这个能够把我们整个拳架规范 规范的拳架出来了之后呢,实际上第一,它是让我们的整个拳架很稳 我们的重心很稳,不会被人家很容易的牵引 就是做一些摔头啊,这类的 第二个呢,就是你只要外三合一合 你整个的这个繁义 行前走势,它这个繁义是很周密的 不会有太多的漏洞 我们中国武术呢,是和兵法相通的 所以先为敌之不可胜,以欺敌之可胜 那就是我们先把我们自己,不管能不能打人 先把自己复周全了,我们再去想和战胜别人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一些练前击的啊 你看,这样,我们的一出钱 你看,像这种呢,它明显,整个身子全不够出去 它整个重心,实际上就全部往前走了 先不说你打不打得到人啊 你自己就照刚才的想法,你多练一下 你就会感觉你整个人是飘了 被别人轻轻一带,可能你就摔倒了 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一个外三合不合的一个表现 包括有些人面前,这个格斗,这个手差不多就放在这儿 出钱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样子 像这种你看,它整个的漏洞,这些都很大 打摆圈的时候,这个手这样 你看,整个漏洞很大 这个很明显,当它出钱的时候 整个人的这个外三合就不合了 我们说这个手和脚不合 肘和肘不合 你看,这个时候它漏洞很大 它很容易被对方有所沉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武术为什么会比其他国家的这些格斗术传成更久远的 而且更精华的东西 我觉得首先在这一点 那我们说一下怎么训练这个外三合呢 这一点对初学者很重要 我们在行前走式的构成当中 最后,每一个动作的最后的一个定格 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好 也就是说校正好 比如说我们以这一段懒扎衣 懒扎衣这个动作摆好了之后 一定要看自己的手和脚合不合 肘和肘合不合 肩和胖合不合 你看,比如说这样,这个就不合了 你自己做的时候你就感觉很便宜 这个腰这块不舒服 比如说成正,成正你会感觉 我们这一块后背就露了别人 但你外三合一百正 你看,别人如果想拉你 实际上你重心很弱 第二个呢,你要做的反手 很简单 一个动作就可以了 只用动小臂就可以把 这个你唯一的空单给反手住 这个就是外三合的东西 我觉得很好 很值得我们去重视 当然在这里说一点 外三合在我们运动过程当中 你不要太去关注它 关键是每一个动作结束 结束 每次要来关注一下这个外三合 那内三合呢,就是我们说的心育意合 意气,气合,气力合 这个东西 初学者呢,我们并不建议大家去关注这个东西 实际上你只要每次,每个动作 行前走势当中的一个动作 做到规范 你自然而然就是我 我善结课说到气血 你只要自然而然的做道啊 自然而然就能感觉到这个 我们手指发麻发散 就是善结课说到的气 这个就是我们的气 气以意合 我们的意义呢是强调 并不是我们说那种搞那些什么意念发工那些 让你好好去,让你用尽心去想啊 去搞那些心理的东西 我们不是 我们的意义就是一遍遍的磨合 一遍遍的盘价 一遍遍的做动作 然后把这种意念呢 贯穿到我们整个动作当中 最后形成类似于本能的东西 比如说以前出来 第一个动作就是这样 或者是我第一个动作就是这样 这样的动作 这就是我们意 你气合 那这个气合呢 就是每次训练当中 我只要一做这个动作 整个手就会发麻发战 然后当你发麻发战之后 长期训练之后 你整个手的筋骨是被气血营养的 它能产生的这种拉伸感 弹导性特别好 它发出的这个杀伤力 这个禁的这个穿透性就特别好 实际上是我们说 心意义和内三合是 一定要和外三合配合起来 就每次你在行前走势 信念当中 实际上它已经贯穿在里面了 你不要 你初学者 不要一定要非要去强调它 这就对初学者没什么好处 实际上我们说 最简单的一个气力和 或者说内三合的一个表现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 比如说一出前 哼 哼 经常会有这样的 看到这样的信念 实际上它是什么 它就是接触发声吐气 然后把这个以身助力 它的这个力量就会强大一点 实际上就是最简单的内三合的应用 当然我们信念当中也会有 这在后面的基本功的一些教学当中也会教大家 但是呢就是初学者一定不要去强调这个内三合 我们先把外三合做好 慢慢的你就能够感受到什么是意 什么是气 什么是力 然后最后才能找到我们的心念 心念的力量 好 这个内外三合呢先说到这儿 记记的呢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当中专门为大家说 也希望大家在后面的课程当中的信念当中呢 能够找到内外三合的东西 好 我们最后说一下这个收工复理 有一句话叫这个练武练功到一场空 但还有一句话你们大家没听过 就是练功不收工还是一场空 实际上如果大家经常从事这种信念 你会发现练完之后 比如说一被冷风吹到 怎么这个颈椎就疼了 肩膀就酸疼了 这些 实际上这个就是收工的问题 在我们文派呢专门有这个收工的副理 比如说我们练完拳 这个头这些出汗 尤其是这个后面关肩膀这些呢 我们有一个动作很简单 就是拿头 注意一定要抹过颈椎 把自己的汗这样抹一下 这个呢可以就是把风持续 大椎这些抹一下 让它的气血性尽快的闭合 这样呢就不会受风 不会透风进去 然后呢可以把这些汗拿来擦一下 我们的这些手臂 用我们的汗实际上就来自养我们的筋骨 因为呢汗 汗取同心 汗取同心 你出的汗 实际上很大部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 我们可以把它重新拿来利用一下 重新拿来利用一下 当然其他还有一些食疗 比如说我们练完了之后 大家可以煮点姜汤和满水 这个喝一下 可以回一下汗 这个也是避免我们身体过急劳累 然后或者是这个身体虚 大家最好可以泡眼自己养身的这些药酒 这些喝一下 还有就是如果太饿 空腹这些锻炼呢 要注意 要配一点饮食 具体的呢 如果大家有疑问 可以通过功夫者的官方网站联系我 我可以给出一些食谅 好 今天的课呢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 或者想联系我 请登陆功夫者官方网站 谢谢